另一方面,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根本不需要把自己的问题拿到什么联大讨论吧 因为在美国说了算的国际体系下,私了就OK了 不走中介,省很多手续费呢 可见,叶天雄这次是真没辙了 但是美国呢,忙着在伊斯兰世界搞危机公关,没控管日本 忙着拉票的奥巴马呢,也是来去匆匆 盟友诚可归,灭敌价更高,若被拉选票,脸皮都可抛啊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这个世界不太平 可自打人类实际控制地球之后,又有哪天是太平的呢 有句政客善用的话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叫没话找话 他们之中有些人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对人类来说最黑暗的 而且我相信最最黑暗的东西,是咱们平头百姓一辈子都不会真正见到的 这就是当老百姓的好处,眼不见为净,给我看我都不看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我用它来寻找光明,和美女 欢迎回到清清白老会不老传说 各位知道,做网站最重要的是赚点击量 点击上去了,广告就来了 最近有个网站是义军突起,日点击量,达到了14.9亿测 开外挂了吧 但是他一个广告都没有 他真不差钱 因为在网站建设之初 他就获得了中国最大方的天使投资人,铁道部的大笔资金 但他并没有因为有钱了,就止步不前,全体员工剩下一心 把12306.cn建设成为中国最棒的在线实况竞技网站 拼网速,烤耐力,赛人品 几小时之后,你在众人羡慕嫉妒恨中,眼含泪水,点下了,嗒嗒,副款剑 接着呢,就兴奋的阅读最新弹出的对话框 爱一巴已经崩溃 请重新启动,并发送醋报告 我不由得猜想啊 这个是大陆为了全面开放博彩业在试水呢 我觉得啊,真的不怪人家网站做的不好 这么多用户啊,比起来一倍就像个刚创业的 12306,他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商啊 奇怪啊,京东这次怎么不打价格战的呢 买票的,一肚子气,卖票的,一肚子委屈 都是被这双节合一逼的 这中秋节又叫月饼节,团圆节 到清朝的时候啊,已经是和新年清明端午并称中国四大节 Festival 4,就是世界上最早的F4 我们中国人啊,团圆的观念特别强 有钱没钱回家团圆 独在异乡为异贺,每逢团圆胖三斤呢 今天的不老传说,就跟您说说团圆的故事 团圆,是什么? 我们讲究五男二女,妻子团圆 这是自古大富之家的象征 我国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团圆的描述 兄弟集聚,和乐且如,妻子好和如骨琴瑟 后来苏氏也唱吧 但愿人长久,见礼共产军 传统农耕形式是以家族为单位,培养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 我们中国讲究不分离,而匈牙利人则不单飞 他们团圆饭桌上,不可以摆琴内的菜肴,什么鸡眼鸭呀 以免某个家人飞走 但大多数外国人还是喜欢围着火鸡团圆 他们管这个,叫感恩节 而我们的邻居韩国,也在8月15这天过中秋节 举国共赏,赏花赏月,赏泡菜 但他们管这一天,也叫Thanksgiving day 元朝末年,朱元璋是联合各路反抗力量是准备起义 但那个时候,朝廷管得很严呢 发微博立刻给你删了 怎么办呢 刘伯温呢,就一边在家吃大饼,一边就发愁 哎呀,这个也没有个有主权争端的小岛 我们怎么号召大家一起上街爱国呢 他一看手中的饼,有了 他就和下属们把写有起义口号的纸条包到这饼里边 在满大街去发 你想啊,大家是喜欢新买的轿子被人砸 还是喜欢不要钱的饼送上门呢 于是啊,就越来越多的人吃到了老猪的饼 见到了里边的小纸条 起义的消息就这么传开了 所以你看现在节前啊,在京城送月饼的特别多 都是为了递条子的嘛 到了中秋节这一天 各路易军呢,是一起响应 很快就拿下了袁大都 朱元璋高兴呢,就是联盟传下口语啊 明月千里寄相思 在这迎春那福的喜庆之夜 感谢中华民族传承千载的伟大文明 请全体将士与民同乐一起吃饼 百姓心想,这都吃了一个月的饼了 那这就是月饼吧 中国人讲究呢,团圆 首先叫齐家嘛,是吧 追求的是一家老小的团圆 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团圆 所以现在咱们说和谐中国 其实就是团圆中国 当年唐太宗就喜欢团圆 可能是由于早年在玄武门 不小心把俩兄弟弄没了 和太上皇父亲的关系也不太好 所以啊,他对亲情是特别的渴望 在征冠六年的秋天 他就做了一件轰动的大事 他要亲自复审一些死刑案件 当时全国判死刑的不多 只有三百多人 这说明地方网上报数的时候 也是比较谨慎的 总之呢,重到皇帝面前 这个要犯就只有三十多个人了 当时的大唐呢 但是世界超级大国呀 他不稀罕外国 所以呢,民间没有杀外国人的事儿 也没有叛逃去洋人驿站的 再说那也罪不至死是吧 李世民呢,就下了一道震惊全国的圣旨 全体死刑犯一律放回家 与家人团聚 一年之后再来临死 没有人知道李世民是怎么想的 我把什么资质通鉴呀 什么新唐叔、旧唐叔全找一遍 没有结果呀 太宗文神秘呀 我猜呀 那年可能是大选年 他是赚选票呢 神奇的是 等到第二年 三百九十个死囚 一个都没少 全都回到长安 没有宝败就医的 没有顶包的 这就从团圆中国 变成了感动中国呀 死囚们纷纷感动的说 感谢皇上让我回家看了看 老婆要换房 孩子要结婚 爹妈要看病 我还是死了好啊 在中国 不论是变差诸于少于人的重阳节 还是柔情似水 假期如梦的七夕节 所有的节日啊 都是跟团聚挂钩的 什么 清明节 那更是何家团圆的日子呀 你一到清明节 你到街上那音响店听听去 放的都是 唱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晚上可热闹呢 是谁在交到我床 开个玩笑啊 开个玩笑 清明的时候啊 这和家人一起祭奠侍者 表达对先人的怀念 这是精神上的团圆呀 而在马大家斯加 死者和生者的联系极为密切 他们有一种奇特的团圆方式 每到节日的时候啊 他们就把包裹好的遗体 从这个坟地里边给抬出来 撒上上等的香料和酒 嗯 然后再撒点孜然什么的 他们喜欢啊 用肩膀就这么扛着亲人的遗骨 和和狂欢的人群一起欢快的跳舞啊 马大家斯加把这种仪式啊 叫翻诗节啊 这个马大家斯加style嘛 扛起遗骨的那一刻 是当地举世无双的团圆时刻呀 在那里数百万有着不同信仰的人 都崇尚这一风俗 我我觉得这也不是他们独有的 把适者抬出来 跳个舞吃个饭散个步 咱们中国人也没少做这事儿 对吧 为什么中国人渴望团圆呢 是吧 因为做了团圆才好发展成党员嘛 同样喜欢党员的 还有二战后的东德 不过呢 他们不喜欢团圆 在1961年8月12号起 一道一道的铁丝网 悄悄的拉起来 到了8月15这一天 彻底分割了东西德 很多人思念墙那边的家人呢 每年的8月15 德国人就一同是举头望明月 低头望看破墙 于是德国就开始流行翻墙 没错啊 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叫做 中国长城二号 德国作为机械师的摇篮 在翻墙团圆的过程之中 诞生了很多的奇才啊 有开车撞过去的 有热气球飘过去的 还有打地道钻过去的 到了1968年 一位东德青年认为啊 不以高科技为手段的翻墙 都是瞎胡闹 他想潜水到西德 这个水路可不进的呀 各位不要怀疑奔驰的故乡 这哥们造了一个潜水艇 东德虽然吃的不多 但机械装备他大把大把呀